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这款产品跟之前的黑闪来作为对比了 就说这款产品你看360块钱的价格相当的亲民 比899的黑闪要亲民多了 然后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呢 就是可变形态有五种之多 可玩性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的 总之呢 口碑还是相当的不错啊 那么今天就跟兄弟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同时本期视频有抽奖 送出本款产品一个具体抽奖方式 就是在动态抽奖了 希望兄弟们踊跃的来参加 同时多多给视频点赞支持我一下啦 好 咱们正式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看到有一张售后服务保障卡 一张狭只鸟的卡片 一份厚厚的说明书 里面还有一些漫画的这个背景介绍啊 包括机设等等的 可以说是相当的良心啊 这边呢还附带了一个简易的背景板 以及前面这个带有科幻感的这个透明的板子 最后呢就是内容物方面呢 可以看到主体飞机一个还有这么多的配件 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飞机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要把它底下的起落架都给挑起来 这个是前面的起落架 后面的两个呢在这边我们也把它抠出来 还有不要忘记了把这边的尾翼也给它竖起来 好了那这个呢就是它的第一种形态 合众国F40战斗机的形态 兄弟们觉得怎么样 满分十分的话 你们会给这个飞机的造型给几分呢 我个人啊可以给个9.5分 真的是超帅啊 很多朋友说这个就是魔改风的歼20隐形战机 我个人完全可以认可啊 细节方面呢简单来看一下 整体的涂装呢都是这种很漂亮的黑色消光漆的涂装 对吧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这些小细节啊小移印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 可见现在国内我们原创的一些机甲啊怎么样 包括之前的黑色啊 其实涂装跟细节方面我都是很满意的 这边驾驶舱呢是可以打开来的 内部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底下的轮子呢都是可以单独的滚动的 所以你看这个飞机啊滚动性出奇的好 配件搭载方面呢 首先有两把多功能的步枪 可以装载在飞机的机翼底下 就是这边有个凹槽 然后呢凸起给它插进去 然后呢是四个小小的无人机翼 搭载的地方呢就是这里一个 两个 然后三个 四个 四个都搭载完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是四个导弹舱 你可以装在机翼的底下 但是呢这两个啊 我觉得装在底下就太累赘了一些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更加的嚣张一些的搭载方式 就是它这里其实你看是一个滑槽 咱们可以 哎 搭载在这边侧边 而剩下的两个导弹舱呢 可以搭载在这边尾翼的位置 你看 这个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嚣张啊 这个是我个人超级喜欢的一种形态 而且除了这个形态之外呢 其实还有别的搭载 这边我就不再演示了 好了 那么飞机的形态呢 已经介绍了差不多了 接下来来演示一下它的变形过程了 现在呢我们来变一下它的最简单的一个形态 气垫的形态 首先先把各种武器啊 还有把起落架全部收起来 那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边给它挑起来 拔掉 第二步把这边往下推 往下推 锁扣松脱开来 然后这边呢 两个其实就是人形的这个手了 就可以掰出来了 这边也掰出来 然后呢旋转一下扣在这里 这边也是一样旋转一下扣在这里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边给它折叠过来 你看这里是一个折叠的关节 这边卡扣跟下面卡扣都是有卡扣的 上下扣和好 然后把这两个呢给它扣折过来 最后再把这两个小翅膀给它折叠下来 好的 那么第二种形态啊 就是气垫模式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么这个气垫形态呢 是五种形态之中 我个人认为最不好的一个形态 也特别牵强的一个形态啊 就那么看一下 就是把飞机啊稍微折叠一下 变成一个汉堡的模式 个人感觉怪怪的 这边我把各种配件全部都搭载上去之后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更说不上来的一种模式了 就是感觉呢武装特别强 但是说不上来它是飞机还是坦克 还是其他的什么模式了 总之这个形态呢真的是比较牵强 第三种形态 来我们先把这边给它打开来 然后呢把这边这个手啊给它挑起来 把这边的小翅膀呢给它收纳进去 然后把这个手啊就这样子 先打过来可以看到凸起凹槽 给它结合住 这边利用根部关节结合住 然后这手呢180度旋转 给它打平来 这边还是比较紧的 那么可以把这个手呢稍微的这样子折下 接下来我们把金色的部分 给它翻上来 然后呢给它往前打腾出空间来 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机头的部分啊 旋转个180度 这个等一下变成人形机甲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它的人形的上半身了对吧 兄弟们一看就看出来了 那么来变一下这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呢 机甲的人形的下半身的腿部啊 现在我们先给它卡扣松脱开来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边完完全全是可以把它拉直的 拉直的 把后方这边卡扣松脱 松脱 旋转下去旋转下去 把这边再旋转下来 旋转下来 好 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腿部啊 给它掰开来 腾出空间 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这个机头呢 给它旋转到下面去了 旋转的时候呢 记住把这个金色部分啊 再给它拉伸直来 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挡住了 现在呢我们继续把这个脚给它合并住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部分啊 从刚才这里呢旋转到底下来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啊 先把这边往外旋转 这边也是一样的往外旋转 然后呢把这里你看 旋转过来扣住 继续回复到位 然后呢把这边旋转下来 看到旁边有卡扣扣紧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旋转扣紧 底下这个部分呢 就给它通过卡扣扣紧 然后把两个手继续给它摊直来 把两个尾翼竖起来 最后呢拿出这个盖板 凸起凹槽给它结合住 好嘞 那么这个形态 共和国D15模式就已经变形 完成 那么这个D15形态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除了就是两个手臂收在后面 稍微有一些牵墙 还有这个脑袋啊 人形的脑袋就放在这个底下 稍微有一些凸起来之外啊 我觉得其他方面都还是做的相当的不错 对吧 这个形态呢我个人很喜欢 这边咱来演示一下配件全搭载的模式 不得不说你看 这个配件呢全部搭载之后 样子又成为了另外一种形态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次这个配件啊 真的是一大亮点 兄弟们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包你满意 不说了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第四种形态呢 我们要恢复到刚才气垫船 两个手伸出来 然后呢机头还没有旋转过来的时候的这个模式 那现在要做的一个步骤呢很简单就是你看 这样子把它折上来 这个就是很多的变形方式 你看折上来之后呢 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模式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这边折下 然后呢把这里松脱开来 给它打过来 然后这边这个手呢旋转180度放好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松脱开旋转后面旋转180度 收纳在底部 然后呢从上方来看 要把这个金色的部件呢 给它打出来 然后呢收纳在底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这个形态下是一定要装上 这个导弹仓的 这样装好之后 其他的配件可以你先不用装 然后呢把这边的两个尾翼的部分啊 稍微给它折叠下来 好了 那这个呢就是第四种的形态 联邦T20的模式 那这个形态呢 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的出彩的一个形态啊 真的是很厉害你看 这个呢折叠过来变成气垫船 然后呢往下折叠呢 变成了刚才这个形态 往上折叠呢又是T20的形态 就是各种各样 手一会儿放前一会儿放后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 它都能够自圆其说 我觉得嗯 真的是挺酷的啊 而这个形态下呢 当然也是可以全副武装的 把所有配件都给装上去 你看这个造型方面 我觉得也是没有毛病啊 那最后一种形态呢 就是人形机甲的模式啊 变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首先两边导弹舱给它拔掉 各种装备都给拔掉啊 然后呢把这边的压抑 给它旋转180度 这样子的话你看 上翘的角度就更大了 这边腾出更大的空间 然后呢我们继续把这边这个手 给它打过来 两边手都给它打过来 然后看一下手在打过来的时候呢 旋转180度 然后把这边根部关节的 银色关节尽量往前打 打成这样子 这个才是人形的手正确的位置 然后呢旋转180度 两边手一样的变形步骤之后啊 咱们再把这边的这个卡扣 给它扣住扣好 然后呢把它继续分离开来 现在要把这边这个头部啊 继续要给它旋转180度 给它转过来 这边先扣成这样子 然后呢旋转180度 给它这样子搞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建了好多次的人形的脑袋来 先不要动它 现在呢我们继续要把这边这个部分呢 卡扣松脱放下来 然后包括把这边的脚丫子啊 整个脚给它打松 打松 这边放下来 那这边折叠下来 嗯就是这样的 还是跟刚才差不多的一个变形的思路啊 给它折叠过来 然后呢 把这边这个脚 就可以把它折叠下来了 哎 你看大美腿 现在就可以把它完完全全 打直来了 这个美腿我们也是建了好多次了 然后呢 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把这边脚后跟脚尖伸出来 脚后跟脚尖伸出来 现在呢就把这边的腰部的折叠关节 给它折叠过来 然后呢卡扣用力的扣住 扣住 后方也给它扣住 嗯 调整好 你看 啊 这个人形机甲的模式 大概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两个耳朵 天线 给它竖起来 然后这边呢 相对的往上翘点 给肩膀腾出空间 好的 那么第五种形态 也就是人形机甲的形态啊 就已经全部都变形完成了 兄弟们 对这个人形机甲形态 你觉得满分十分的话 会打几分呢 弹幕告诉我一下 我个人可以给一个八分吧 因为我个人还是不太喜欢 这种比较瘦弱的 不过没有关系啊 因为它还有一种升级的模式 就是所有配件都装上去的一种形态 那这个呢 就是全副武装之后的造型啊 我觉得颜值方面 刚才是八分 那现在呢 绝对是有八点五分了 在我心目中啊 兄弟们 觉得如何呢 弹幕告诉我一下 哇塞 我觉得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配件啊 真的是神来之鄙啊 然后呢 它这边 还有一把枪 目前为止没有地方放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那就在这边底下 兄弟们看一下 一个凹槽 咱们给它插进去 好嘞 哇 兄弟们 我觉得这应该是厂家故意的吧 你看 这个形态呢 就可以完美的全部搭载来 怎么样 这个形态兄弟们会给几分 弹幕告诉我一下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的介绍了这款大火鸟 所出品的霞之鸟 之前的黑傻呢 很多朋友说899块钱实在是太贵了 简直是智商税啊 那么这一次这款霞之鸟怎么样呢 360块钱 五种形态 变形过程呢 非常的简单 也算是挺巧妙的 五种形态 除了那个气垫船 稍微有一些坑爹之外啊 其他的我觉得都算是不错 而且做工啊 各方面也都挺好的 我觉得360块钱 还是非常的值得 不知道兄弟们 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呢 大幕可以告诉我一下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会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